100块钱你这边的东西 随便我吃就说鸡腿呀 猪脚啊什么的 都随便我吃100块钱行不行 玉品猪脚 老板娘 你好 现在开餐了吗 我们10点半就熟了 能不能给你三两个事 就是100块钱能不能在你这边 是吧 不用100块你看我们有15块的 20多块 饭菜都广宝的 我的意思是说 100块钱你这边的东西 随便我吃就说鸡腿呀 猪脚啊什么的 都随便我吃100块钱行不行 不用160块就好 60块 我可能会比较能吃一点 没关系了 包你吃吧 60块 那我开吃了 还是个爱心餐厅 有困难的可以免费吃 60岁以上的老人 不用买的 老板 你下面这两个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每天都有 假如说我今天 我说我没钱吃饭 你会给我棉费吃一张吗 肯定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不要像他们有在通 手机没电 没带钱 或者什么 我没关系 没关系 请你 没关系 那你怎么知道 人家 到底有个困难的 是不是真的有困难的 我们没有去问这个 只要别人一说 人来说 来一份大人套商 我们都会 我们也不问他 真正的有困难 还是不过老人 我们不问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都会有 就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都有饭 有菜 有肉 会让你吃饱 都会吃饱 有一个送外卖的人来接着吃饱 一个多月 他说他还没发工资 那就是只要人家来了 我们都会 连连次一个月都没给钱 那你不是亏了 哎呦 我们做吃饱 好像也不 反正做这个嘛 人家 人家只要收 我们都会给 都会给 可以 这些都是小事 先给我来一份吧 就是 猪脚大肠的和这个 连排 来一份猪脚放来一份连排吧 就是猪脚加连排 然后再加一个大肠 可以的 好 这份是我的 好诱人的 那我菜我当中给你装 哦好好好 但是觉得放菜不错可以再来加 好的 OK朋友们准备一开始 我这个打排 好大一块 把脸都盖住了 好香啊 老友配 青菜 嗯 好辣 这个非常好吃 挺浪糊的没有异味 好香 看吃这种猪脚 你们是喜欢吃瘦的呢还是吃肥的呢我喜欢吃肥的带皮的 然后里面又有汤好像是 红骨萝卜汤 肉超级多 这旁边有手套啊 这个大排拿手套吃会比较爽 很浪糊 我本来想说 呃不要饭的 就是他这个肉 说不出口 这块皮 鸡皮的 哇香香香 这家在那个松柏公园对面啊 这一排全都是 下面的脑子哈 然后 然后 咬一点他这个辣椒 咬一点他这个辣椒 看着不错 我推荐吃这个 猪甲的还有那个肥肠的很好吃 猪脚是招牌 哦 我还想吃那个猪脚还想吃两个猪脚 还是算了吧 哎呀这么有爱心 呃我也要有点安心 哈哈哈 下面的肥肠啊然后大排还那个猪脚啊都是 二十四一份的 就套餐 老板 吃完了啊你再给我拿三个猪脚 哎呀 呃不用不用不用 开玩笑了我已经吃饱了 你一定要吃饱哈哈哈我已经吃饱了已经吃饱了真的很饱了那个猪脚非常好吃 谢谢谢谢 快到饭点了啊这家平时吃人挺多的那我就付 六十块了 好 哈哈哈 那 祝你生意兴隆啊 谢谢谢谢谢谢你很烦了吗 哈哈哈 付 啊 我给你吃饱了吗 我给你打包一点回去给家人吃吧 呃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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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吃饱了我家人他在家里吃饭了不用不用你你你你你你你60块钱你付一百太多了我给你打包 那打包一个吧一个吧好吧 休息八道叫 你就有一个就好了太多了吃不完啊哎呦没关系这个这个这个吃饱了也可以吃我一下就很好吃 啊好吧好吧好吧 那你这不是亏了吗没关系 又给我打包了三个大猪脚 我爸还想说不要的都已经装碗里了 盛情难劝的 我刚才偷偷扫了马现在 走远了 再给他付个八十八吧总之不要让人家亏 ok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